直击财经热点 把握新闻脉搏 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财经会演节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拜登将释放美国石油储备来挑战欧佩克家 开始一周后 北交所交易量仅剩三分之一 形势严峻 李克强密集露面 警告经济压力 马斯克的税单价格随着特斯拉的股价下跌 李在荣表弟连续发布反共贴文 网友力评 三星斥资170亿美元建设德州芯片制造厂 白宫11月23日证实 美国将与日本 印度 中国 韩国和英国一起 从战略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原油 业界认为 在以前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实施过 这样大规模的调控能源价格的政策 由于新的举动触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家的利益 可能会引发该组织的反弹 白宫23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在未来几个月内 美国将释放32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而另外1800桶来自此前的授权 将在近期加速释放到市场 这样大规模的对石油市场的干预 超过了美国在2011年利比亚危机和1991年期间的做法 彭博社说 预计这次行动最早在12月中下旬开始 这个举动是在欧佩克家国家拒绝大幅提高产量后实施的 意味着新政策会对欧佩克家的市场控制地位发起挑战 近期国际能源市场通胀飙升 原油价格的动向备受关注 美国与多国释放大量储备 势必将增加市面上原油的供应 作为回应 欧佩克家官员警告称 他们可能会因为新的政策取消早先提高产量的计划 分析人士警告说 欧佩克家如果减产 会相应减少市场的原油供应 也可能会加剧能源市场的混乱 时事评论人士何旭告诉希望之声 白宫现行的做法实际上有些违反市场的自然规律 如果市场正常的供应来源加大了 供求平衡肯定会趋向正常 美国的原油储备丰富 要是美国一直支持原油开采与能源生产政策 那么供应不会受到欧佩克家的任何制约 至少国内的供应毫无影响 但是现在政府过度趋于政治正确 家族马力推动绿色能源 又全面镇压能源投资 限制国内原油开采 结果发现供应失衡 油价涨得太高了 已经影响到选民的支持率 又变得高度依赖政府调控 这次突然联合多国 对市场释放这么多的储备 一口气下这样的猛药 肯定会触动能源市场的控制者 欧佩克家的利益 引发对峙 如果欧佩克家因为这样的做法 宣布减少原油生产计划 这次政策调控 甚至会对能源市场造成更大的打击 所以接下来的走向 就只能看拜登政府能否从外交途径 安抚欧佩克的情绪 化解矛盾 否则国际能源市场的通胀问题 会比煤调控以前还要大 11月15日 获得北京政府支持的 北京证券交易所高调开市 但是业界发现 北交所开市以来的成交量 却越走越低 直到11月23日 北交所的单日交易额只剩三分之一 比15日当天的交易额 损失了大约67% 业界指出 北交所本次上市实际上是把许多老企业平移过来 热度消退快也是正常的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 由于北交所本次上市只有10个新股 其他71只股票都是从新三板搬过来的 所以热度消退快也是正常 这个证交所政治意味是很强的 实际上是习近平希望把金融界的实力朝北京转移 在这之前江泽民、曾庆红家族 他们掌握了上海、深圳、广东那边的实力范围 习近平要借助把证交所设在北京来分一杯羹 现代股市交易已经电子化 证交所选址也没有以前那么关键 习近平这次钦点北京 背后政治操作的可能性很高 谢田认为习近平肯定会倾向于继续维持北交所 下一步也可能会动用行政力量 要求更多企业到北交所上市活跃气氛 香港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振邦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北交所对香港交易所不会带来太多威胁 现在北交所流通的市值规模仍然不够 仍然没有办法与现存的几个交易所相比 亚太区域发展智力学会首席经济学家邱志昌表示 目前北交所仍然在起步阶段 北京政府对北交所投入大量资本 可能会在三到五年内要求更多企业上市 中共总理李克强11月22日在上海的高层会议上 再度警告经济面临的压力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已经三次出面强调经济面临的压力 这可能显示中国经济的情况十分严峻 李克强在22日的会议上承认 中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 而在11月18日 李克强在北京主持的经济形势会议上 也强调了经济下行压力变大的观点 在本月早些时候 李克强也曾经在工作座谈会上警告经济风险 政经评论人士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说 在22日李克强与中共地方大员开会的当天 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发文 要求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和纾困资金发放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中小型企业纳税达3.8亿万亿元 但是目前网上看到的视频已经显示 中国各地商家纷纷关门大吉 就连著名餐饮连锁店海底捞都在关闭各地分店 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环境恶化的一些现象 他也认为上周五 中共央行发布货币政策报告 对于这份报告 东吴证券经济学家的解读都显示 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下行压力 该报告中最明显的是 删去管好货币总闸门和坚决不搞大水漫灌的表述 表现出北京想要稳定经济的意图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近期的卖股票风波 使特斯拉公司股价下跌 这导致马斯克的税单从峰值降跌了大约3.8亿美元 但也对特斯拉产生了财务影响 马斯克在11月8日发起了出售股票的浪潮 到目前为止 他已将超过600万个期权转换为股票 价值大约90亿美元 由于这次风波 特斯拉的股价一度下跌了15%以上 华尔街日报指出 特斯拉的股价下跌 也会导致马斯克的税单金额有所减少 但是这也会减少特斯拉获得的税收减免金额 根据现行的规律 马斯克的股票期权收入每减少100万元 他就可以节省37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 而特斯拉则损失21万美元的税金扣除额 美国税收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罗森塔尔认为 现在看来特斯拉公司和创始人可能会有共同的动机来减免税单 股票期权收入每减少1美元 税收会减少37分 但是扣税额仅减少了21美分 这样导致特斯拉和企业的最大股东 节省了16美分的税款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马斯克是全球最富有的人 净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 特斯拉股价自9月以来大幅上涨 公司公布了强劲的季度业绩 而租车公司赫兹也表示已订购了10万辆特斯拉 推动马斯克的公司估值超过1万亿美元 三星集团控制人李在荣的表弟郑荣震 近几日连续发布反共贴文引发热议 对这个消息 许多韩国媒体也进行了跟踪报道 11月15日 郑荣震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照片 图片中他展示带有红色商标的品牌 披萨饼盒与红色前家 另有两名入境者戴着红色帽子 郑荣震在评论中指出 展示的色调中红色太多 感觉有点像共产党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我只是在关注Jackson这个品牌的披萨 我讨厌共产党 这个消息引发了许多韩国网友关注 不少网民回帖表示 他们也支持反对共产党 11月17日 郑荣震继续发帖 期间引用了韩国媒体的报道 这份报道担忧他的言论会影响在中国的商机 郑荣震在帖文中说 我相当讨厌共产党 我在小学 初中 高中时就是这样学的 在18日和19日 郑荣震又引用了韩国媒体的报道 还发布了多个讨论反共的贴文 郑荣震是韩国的商场名人 也是韩国零售巨头新世界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他的Instagram账号有超过70万的粉丝 在发布反共言论后 更多的网友表示力挺他敢言的做法 也有网民回应说 反对共产党的做法才是正常 近日 美国政府鼓励扩大本土半导体生产的倡导 出现成效 根据《华尔街日报》11月23日的报道 韩国三星电子将在德州泰勒市 注资170亿美元 建立一家芯片制造厂 预计这个工厂将创造1800个工作岗位 工厂建成后将在2024年底开始生产芯片 为了吸引三星选址 泰勒市政府提供了前10年高达92.5%的财产税减免方案 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逐渐减少 现在全球范围都面临芯片短缺危机 削弱了从智能手机到家用电器行业的生产规模 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 三星发布了高达2050亿的全球投资计划 增进芯片行业的发展 而台湾制造商台积电也发布了1000亿元的投资计划 支持美国的芯片生产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优先事项 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 美国在去年占据全球芯片产能的12% 而在1990年37%的芯片是美国生产的 为了增加企业投资 白宫承诺推动本土投资计划 来帮助行业的发展 三星的投资也代表着美国德州 在科技领域发展的又一次胜利 去年10月 特斯拉公司表示准备把总部搬到奥斯汀 公司斥资10.6亿美元建设的德州工厂 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 时间冲不但友谊 距离隔不住思念 希望之声电视在过去的一年里 受到众多观众的支持与厚爱 才得以稳步健康的发展 您的一个订阅一个点赞 都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 您的无偿捐车捐款 无论多少让我们心里有了底气 在这里希望之声的全体员工 向所有的观众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您一路一半 我们会一如既往 秉承客观公正真实的态度 继续向社会大众快速传播新闻 我们会不惧打压 持续向全社会传递真相 直到真相大白 知音无需多言 心灵实实相通 友谊无需言表 用心品尝盛宴 不经意间我们已经成为朋友 因为希望之声电视 因为共同的价值观 感谢红尘中 由你同行 也祝您和家人 节日快乐 好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对财经会演节目的点赞订阅留言 也感谢您传播希望之声TV频道 我是李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